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持续一个多星期的重庆万圣地区民众街头抗议活动 6月11号扩大到集体罢市 据大陆维权网站64天网报道 6月10号起又有一些商家罢市 就连万圣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商户也开始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 当天万圣街头商家连遍关门上锁 而街头站街散步民众也有增无减 目前当地政府还没有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官民对立局面仍在继续 64天网引述知情人的话说 这次罢市是民众自发行为 目的是抗议官方暴力打压伤及民众 报道说10号夜间在万圣早期冲突过程中受伤的民众全部被转移 离开了万圣区人民医院 官方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几天前在重庆万圣区的集会上 有人喊出打倒黄旗帆还我万圣的口号 警方出动了便衣和着装武警 手持警棍到场为安 并且动用催泪瓦斯 据报道万圣民众抗议的直接原因 是当地行政区划整合 导致经济活动和民众利益受到损害 先前被报道与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关系密切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 6月9号公开出席了中共解放军总医院 3011月海南分院的开诊仪式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据南海网报道 301海南分院9号上午举行了开诊仪式 刘源与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 省长蒋定之都有出席 而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李书章 政委阮炳离等人也有出席 香港开放杂志5月号曾报道 已故中共元老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与薄熙来结盟 报道说 根据王立军交代和中共中央调查 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和薄熙来结盟 红二代和军方少壮派合谋 带博十八大入场掌控政法机器 时机成熟 废除习近平取而代之 实行更严厉的统治 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网上一度传言刘源被解除军职 在此之后海外媒体报道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刘源曾患肺癌 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刘源晚期肺癌发作 一直住在医院中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静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